你做不做嗎? 出來出來 近來醫療暴力事件不斷發生 為了防止醫療暴力在線 立法院未還委員會4月6號出審通過 針對醫療暴力部分 提出醫療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未來如果有人使用言語或肢體暴力 妨礙醫療業務執行將會加重刑責 來保障醫療人員及就醫病人免於暴力威脅 另外在這個醫療法的這個106條的部分 也做一個修正 就是加重刑責 加重刑責 還有加重罰款 讓醫護人員在做緊急救護的時候 能夠免於暴力的威脅 有醫護人員表示 如果能夠立法提高相關刑責 可以保障醫護人員工作上安全 全力投入在醫療救護 我們都希望在未來政策 能夠有更多更明確更完善的方式 然後來保障我們保障 不管是保障我們護理人員 也是我們的病人家屬 病人本身 讓我們會有更好的身體 跟我們更好的心靈健康的情況 去來守護病人的健康 對此衛福部醫師師長石崇良指出 針對立委提案修正醫療法草案內容 因此提出三點修正 除了擴增保護對象範圍 在行政裁法上提高到五萬元罰還 而如果有對醫護人員施暴情刑 可能會面對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未來會將暴力者移送到司法機關 發生有這樣的行為 那麼會直接由衛生局採除 那麼給予罰還 那麼同時如果涉及到刑事責任的 會移送到地檢署司法機關來進行正辦 這次醫療法修法主要是第24條及106條 目前完成出審 需經立法院三組通過後才能正式上路 記者胡頌已故桃園龜山台北市採訪報導